兩位男子到飲料店盯著菜單看了看 點了一杯招牌飲品還有免費贈送優惠 店員幫忙操作手機結帳完就到廚房忙進忙出 兩分鐘就把飲料做好遞給客人 其實就是正常的收飲流程 過程也沒口角 但飲料店發現網路上多了一則評論 民眾控訴詢問年輕男店員飲料 臉上沒笑容也不親切 回應就是一般奶茶 後來發現加入LINE有免費送飲品 男店員還口氣插說手機要拿來啦 質疑是心情不好嗎 留下一心負貧 但店家很無奈 然後是正常的收飲流程 然後也沒有不禮貌什麼的 對啊 因為我們也有就是去調監視器 因為其實當下發生 我們其實有先問弟弟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弟弟也說都沒有怎麼樣啊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說對方會發這個評論這樣子 位在高雄鳳山的連鎖飲料店說 根本沒任何糾紛 從監視器看 店員態度確實比較冷靜 不過跟客人確認手機時說的是 你要給我看手機 而非評論寫的手機要拿來啦 認為是富士評論 這條街上至少好幾家茶飲店故意在網路留惡評 店家懷疑是遊客惡搞 但就怕消費者受到影響 只好在自家社群平台澄清 希望消費者長大眼睛 TVBS新聞方志誠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